大家好 今天我不是教煮菜 我教買什麼叫做美的鮮油 經常在網上看到 鮮油很美 教你做鮮油 所以我不是教做鮮油 我們教你選什麼叫做美的鮮油 這些不是大隻的魷魚 所以我就是叫它魷魚仔 當然這隻已經不是最小 最小可能是這隻 還要小三分二 甚至二分一 都是叫小的 我們今天選了很美的鮮油 你看這幾個鮮油 鮮油的鮮油一定是圓的 你拿上手也是圓的 它不是拿上手是扁的 扁的鮮油已經是因為它塞了很多水分 它塞了很多水分 所以鮮油 你在檔口已經是扁的 而且是帶白的 它會白了很多 但是如果甚至沒有鮮油 你看到它告訴你 這些鮮油紅色是漂亮的 其實是不是的 因為我以前是賣過魚的 所以我就是有賣過鮮油 所以我知道什麼叫鮮油 是為之叫新鮮的 因為新鮮的鮮油 它底面都是白 帶一點點 還有熊熊的也不要緊 但是不能夠太密的熊 是很稀疏的熊的 那些才為之叫漂亮才有 這一隻就漂亮了 你看到它這一點點 是在身上沒有變過色的 還有那些竹鬚是很硬正的 不是軟糯糯的 那些才為之叫漂亮才有 你看看 沒有爆眼的 沒有這些位置全部紅了 還有少許螢光的 這些才為之叫漂亮才有 所以有時候在街市見到它整盤 紅了、霉了 那些鮮油 你千萬不要買 根本它已經是有少許發臭的了 鮮油 譬如這些竹鬚 你看看它 多漂亮 你還是看到吸盤的 我們甚至沒有試過 買那些鮮油回來 整桶買回來 它是怎樣呢 它是看到這些一粒粒 一點點 它還在走走 你放兩天它都還在走走 因為它本身的細胞都還沒有完全死光 那些才叫漂亮鮮油 你看看 底面 底面都要白的 但就不是白到死白那種白 是白到有一點點那種白 才為之叫漂亮鮮油 你下次去街市見到 暫時賣至少六十多元那些一斤鮮油 才會漂亮的 因為現在可以越來越少東西的了 我今天就是告訴你 你買東西煮 首先要買東西新鮮 要不然你買回來 真的浪費油 浪費時間 明白嗎 很簡單的 就是這樣介紹 拜拜